歡迎收看,我是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麼我們上一集介紹了這個 兩個圓會有弓切線 那我們這一集要來介紹切線長 外弓切線長和內弓切線長 那我們前面介紹到這個一個圓的切線長的時候 順便複習一下 一個圓的切線長是指圓外一點 對這個圓 如果做切線會有一個切點 切線是可以無限延伸的 因為它是一條直線 那 超不遠超不急 這樣 那如果說呢這條無限延伸的線好我們只看我剛剛講到這個圓外一點 到 這個圓上 的這個切點的話我們就稱為 這個圓外一點到這個圓的切線長 這段就是切線長 可以嗎 然後切線長性質就是說 圓外一點如果對這個圓做兩條切線 他可以做出兩條切線 那這兩條切線的切線長會一樣 這是切線長性質最主要的一部分 那如果我們在講的是外弓切線長呢 外弓切線也是一條無限延伸的 那這個所謂 外弓切線長 就是指這兩個切點 A點跟B點 中間的長度就是AB線段 那這樣子這個長度到底會多長呢 那 一樣 我們看到切線 所以先來做這個 圓心到切點 拉出直角 圓心到切點 拉出直角 拉出直角之後呢 接下來這個步驟大家稍微有一點印象 通常會給連心線 所以我們一樣先把連心線畫起來 接下來這個步驟大家稍微有一點印象就是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平移這條切線 把它平移到 碰到 一個圓心 把這條切線 平移進來 到碰到圓心 這個時候這裡會產生一個長方形 對嗎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是這一段 就會等於這個小圓半徑 如果大圓半徑是大R 小圓半徑是小R的話 這一段就會是小R 那這一段就會是AB 因為這裡是 長那個長方形 所以這一段長就會跟AB一樣 然後這一段呢 關鍵就在這裡 這裡出現一個直角三角形 這段是R-R 然後這段是連心線長 所以呢 外宮切線長 AB線段的長呢 就會等於 注意喔這個時候連心線長是斜邊 連心線長是斜邊 所以是O1O2 的平方 減掉R 減R 的平方 這樣子 有很多學生 在自己操作這個外宮切線長的時候會犯一個錯誤 怎麼樣的錯誤呢 比如說現在有一個 題目 那個圖沒有畫 因為 只有中文字的話 再一次 有很多學生自己在操作這個外宮切線長的時候會犯一種錯誤 比如說今天假如有一個 題目出來 只有中文字 然後他說這個有兩個圓 大圓半徑4 小圓半徑3 然後連心線長是10 這樣子 那我們就畫 大圓小圓連心線 現在這個O1O2是10 然後這個圓的半徑4 這個圓的半徑3 所以畫一條線 這樣子畫好了之後 對不對 那接下來會做什麼呢 他想說 好像是把這個拉起來喔 對不對 平行嗎 好像是要平行喔 然後呢 這個 大圓半徑4小圓半徑3嗎 所以這個是4 這個是3 那底下這個是1 要這個是1 然後剛才講這個是10 對不對 所以呢 這樣連心線 連心線就是這一段嘛 這個直角三角形 所以直角三角形 然後 1 那個 兩股平方合 是斜邊平方 所以連心線 AB平方 寫下來 AB平方 就會等於 1平方加10平方 開根號 所以是根號101 那這是錯的 錯在哪裡 那不是說我 我記得剛才的連心線的公式 就是怎麼樣 不是這樣子 而是說 你整個推論你要知道 該怎麼推論 那我都不建議說 一定要 死杯公式 你應該是 很快的但是正確的推論出來 那剛才的推論流程到底哪裡有錯 因為我們這個 我們的講解是順著講下來的 就剛才才講完正確的 現在就講錯誤的 所以其實應該 蠻容易觀察出 這個 推論跟剛才的這個 快速的閃動一下 差在哪裡 那但是如果事實上就是說 老師在學校教完了 外公切線長之後呢 其實他很容易會發現 過一陣子學生就會開始犯 這樣的錯 尤其如果老師沒有提醒的話 什麼樣的錯呢 這個計算我們剛才 有提到 我們剛才推論的結果是 用這個 10平方要去 減1平方 不是加 那到底為什麼會有這個差別 差別就在於說這個地方 其實不是直角 其實在一開始做圖的時候 就是 歸根就底 為什麼學生容易犯這個錯 是他在畫圖的時候 其實沒有畫 沒有畫準 他 把這兩條線 這兩條半徑跟這個連心線 假設是連心線 如果說這條是連心線 那學生有時候把這兩條半徑跟這個連心線畫的太垂直 使他自己誤以為 這個地方是直角 但是其實沒有這個地方沒有要是直角 可以嗎 哪裡才應該是直角 那個半徑跟切線垂直 所以其實是這個地方 才應該要是直角 那不是說所以我們以後做圖都一定要很 這個帶齒歸什麼兩角器去量好不是這樣子 而是說 你要知道啦因為就是本來半徑跟切線就是直角 所以該有直角的地方絕對不會是這裡而是這裡 這裡會是直角所以當你做一條平行他的線進來的時候 其實是這個地方 這裡是矩形 然後這個地方不是直角 所以10是斜邊 所以這邊其實是用10平方-1平方 所以他其實是根號99 可以嗎 那我是說真的 我看過很多學生錯這個 那就是沒有留意到說你在做圖的時候就要確認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應該有直角的是 這個切線跟半徑 而不是在中間 好有的 就是老師在講的時候沒有特別去講 然後 學生沒有印象自己到底該做什麼 他只是畫起來好像怎麼樣 他看了就 應該就是這裡有一個直角三角形 那就會錯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內功切線長怎麼算 如果今天我要求內功切線長 他的定義一樣跟外功切線長一樣 是兩個切點的這段的長 AB線斷長 那這樣子這個內功切線長要怎麼算呢 其實跟剛才的這個外功切線長是 異曲同工 假如說我一樣有這個外功 一樣連心線長 然後 所以這個時候接下來要做這件事情也是相同的 就是你要留意到 你的這個 半徑垂直切線這件事情 內功切線長學生會有的問題跟外功切線長不一樣 因為他這裡要留意到這裡是直角並不困難 通常都很容易發現這個地方才是直角 那問題通常都是說下面不知道怎麼做 所以我們剛才在介紹外功切線長的時候我有提到一件事情 在你畫好之後怎麼樣 平移這條切線一直到碰到其中一個 圓形 然後畫線 所以在內功切線長我們用同樣一個方式去說 這樣學生的記憶性會比較好 就是我平移這個切線那你不管往上移 也可以往下移也可以 平移這個切線一直到碰到一條圓心 碰到其中一個圓心為止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會做出你的 這樣 然後把剛才的這個延伸下來 這樣子 O 1 假設這個點 那 我們 的這個 就叫 C好了 那我們的 AB線段呢在這裡其實就會等於是這個CO2 因為你這邊也是一樣一個矩形 那麼在直角三角形因為這也是直角在這三角形 O1O2C裡面呢CO2是一股 這也是一股 這個是斜邊 所以 內功切線長AB 斜邊平方剪掉一股平方 所以是O1O2 平方 減掉 那這一股到底是多長 這邊是大R 這邊是小R 所以是 R加R 的比方 那我要再強調一點 就是說我都不會要學生去背 說內功切線就是什麼 連心線減平 什麼半徑X 或是 O1O2 加R 減R O2 加R 什麼的 背的亂七八糟 忘掉了 然後說我不是跟你講過嗎 連心線就是 O1O2 減掉R加R 的比方 對不對 講過這個有沒有 你要知道的應該是說 我如何推論出來 然後 因為你推論的過程 等於在幫自己 複習前面學過的 幾何知識嗎 包括我們說什麼 那個半徑跟切線垂直 對不對 然後平移下來之後呢 這一個矩形 所以直角應該在哪邊 所以必是定理常要怎麼寫 最後算出來是這樣子 所以記住他是怎麼推論的比較好啦 那當然你 如果在這陣子常常算喔 你記得 好像應該是用簡的吧 那也 沒有不可以啦 只是你還是應該要知道是 實際上是怎麼推論的 好 來看上一次的作業喔 這裡有一個圓弧 然後試著用尺龜把這個圓弧畫完 那這要怎麼做呢 那這個 其實我既然有圓周啊 給大家一個提示 然後大家可以想一想 這是作業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做出來 既然我有圓周 那麼是不是 其實我 如果找到圓星 就可以 圓星到圓周就半徑 我有圓星有半徑就畫完 所以其實這一題的重點在找圓星 那找圓星這件事情 我們前面有整理過 怎麼樣 大家還記不記得啊 就是那個 角度有圓弧和切線 過切點跟切線垂直的這一條線會過圓星 對不對 假如說我有一個圓 然後有外弓切線 外弓切線的這個地方 不是外弓切線 我一個圓有兩條切線 那這個地方 批點的這個角的角平分線也會過圓星 對不對 還有一種就是 我腳圓上面有兩條旋 這兩條旋的旋星距都會過圓星 所以我可以自行製造出兩條旋來 這是一條 另外一條你也可以畫在旁邊 你也可以跟他碰到都沒差 都可以 可以嗎 你假如畫這樣就是兩條旋的 中垂線 你假如跟他碰到呢 除了他是兩條旋的中垂線之外 我們到後面還會再學到 他其實是這三個 我今天假如畫在這裡 這樣 那他除了是兩條旋的中垂線之外 他還會是這個點這個點和這個點的外型這樣子 這個三小型的外型 那我們還沒學到外型 所以先 一樣啦 他依然會是兩條旋的中垂線 但是就是 用這個 來那麼所以接下來很簡單啦 在 圓周上認取 4點 認取4點 ABCD如右 ABCD 然後 做 AB 分別做 ABCD之中垂線 ABCD LHAI M 且 LM交與N 交與O 然後最後這一步 就做完了 ABCD O為原心 OA為半徑 好 原 極為所求 喔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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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一個圓 畫完這個圓就做完 OK 那這就是這一個問題 那麼來看 這一題 我現在有一個 圓他跟 他跟這個四邊形的四個圓都相切 那你自己假如說你今天看到題目這樣子你要做出這個圖你可能覺得有點難 就是說我畫一個ABCD四邊形 假如說這樣我畫出來了 一個四邊形 那按照題目所說的我應該要畫出一個圓在中間會跟他相切 那你可以想說我這個圓該怎麼畫 我不知道切人在哪裡啊 胡周 隨便畫一畫 當然不是不行啦 可以 你看 還蠻像的 那我要講就是說很多學生有的時候他其實這樣子 光是這個做圖不知道 不知道該怎麼做 他就會卡住 因為他本來就已經有點不確定了 但是其實呢 不需要為了這種原因就卡住 這樣的圖其實很好做就是你乾脆直接畫一個圓 圓要跟ABCD 這個四邊形相切 那他也沒有規定ABCD要長什麼樣子啊 就隨便 畫四條切線 這樣我是不是就 滿足了題目的要求 對不對 他說香切之後呢如果要求這個 AOD加BOC會是幾度 這裡 AOD加 這個他不是對頂腳相等喔 他沒有對頂腳相等 他會說這個角會是幾度啦 大家覺得呢 那 這個 沒有辦法 不知道是多少 隨便猜猜看 整個圓被 分成四個角 四個角裡面 你站兩個角 我猜180吧 欸對 所以如果說初選人體的話其實 你會發現還蠻多人答對 那為什麼會是180呢 其實我們可以這麼做 我們看到切線一樣從原心對這個切線你會發現做出這個半徑就會垂直於切線 對切點做出半徑 那這樣子 我是就做了四條 半徑 根據切線長性 這裡 根據切線長性質 這兩個圈是一樣大的 這兩個 根據切線長性質 這兩個圈是一樣的這個地方是平分這個角也平分這個角 對不對 根據切線長性質這兩個差是一樣大的 根據切線長性質呢 這個角一跟這個角一是一樣大的 然後根據切線長性質呢 這個角二跟這個角二是一樣大的 那所以 兩倍的 兩倍的這個 一加 二加 全加 差 會是整個圓嗎 會是整個圓嗎 兩倍的 所以題目所問的這個綠角 角AOD 因為所以 角AOD 加角BOC 他剛好就是你看到AOD AOD一圈 1 1和全 BOC剛好是2和X 對 所以他剛好就會是 這個 1加2加全加X 360度 可以嗎 兩個圓的半徑分別是7和9 然後連心線是20要求外公切線 那很快的 很快的做一個圖 一個大圓 一個圓 然後首先喔 這種題目你要先注意喔 他的連心線外公切線 連心線和半徑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有沒有外離 但如果沒有外離的話怎麼辦呢 其實這個推論方法跟有外離的情況一樣 但是我們剛才 推論的都是有外離的 因為有外離的話你才有內公切線場可以求 沒有外離的話其實你還是可以求外公切線場 但是就是 我們剛沒有說明 所以說他這一題呢他是有外離的 半徑才7跟9加起來才 16而已嘛 那他連心線長20 所以差不多 差不多像這樣 那像這樣子的話 這一條長20 然後要求外公切線 OK然後 要注意我剛才一直在提醒的 就是會垂直的東西其實是 這裡 可以嗎 也就是說你圖書畫的一定很準是其次啦 就是說你心裡要知道 會垂直的是半徑跟切線 那所以把 這一條平移下來過這裡 這裡是一個橘形 這件事情剛才我們講到現在講好幾次 這裡是一個橘形 但是我們要算的不是他 我們要算的是下面這個三角形 那下面這個三角形的話呢 根據必是定理 這個是斜邊 這條是斜邊 斜邊長是20 然後這一股是 9-72 那所以他的這個外公切線 就會是 我們直接寫 根號的20平方 減2平方 但是我們不用真的 你可以去算 那又或者我把二抽掉他是1-10 對不對 1-10 比 101 好 nonono 看差點錯了 10是斜邊的 對不對 所以是根號99 9 根號99的話其實是3根號11 然後我們還要乘兩倍所以是6根號11 那如果今天他的半徑分別是6和10 然後要求這個連心現場20的話 求內功切線 好那我們再來推倒一次 那這一題那個半徑是6和10合起來才16而已然後連心現場20所以 一樣是外離的 外離才會有內功切線長可以求 公切線畫出來半徑垂直半徑垂直 這個是10這個是6 連心現場一樣是20 要求的是這一條 兩個切點 連起來的外公切線 說真的有的時候學生 就是沒有跟上 那老師都沒有發現甚至可能學生連外公切線到底在算哪一段都不知道 這都會有 那所以就是老師自己在講解的時候多 下 這種 補助 就是這兩個切點連起來就是外公切線 不要理所當然覺得說我剛才已經講過外公切線了 這樣 你就多補 補充一下 對學生的學習就會有比較大的這個幫助 那一樣平移這一條線到 碰到一個圓心為止然後把這邊延伸下來 這邊會出現一個矩形 那我們是利用上面 不是我們是利用整個 三角形 利用整個三角形來求解 那三角形的斜邊是O1O2 是20 然後這一股是我們要求的 然後這一邊是大阿加小阿是10和6 所以他是 20 16 那這個多少呢 3比4比5 13 12 12 3比4比5 所以這一題的這個連性 內功切線嘗試跟號的 一樣意思意思寫一下算是20平方 16平方 12 可以嗎